他每次钱不都能赚几万块 下海半小时收获一罗框 又一条石斑从他面前游过 箭矢发射直接把他干饭 他吃痛猛的挣扎 而箭矢贯穿了他的脊梁 几千笔锁就到手了 转过头一群鲲鱼从面前游过 他瞄准了最大的一条 他看上去很灵活 转身想逃跑时 箭矢发射了出去 把他带出好几米 还没泄口气 又一个目标出现在眼前 眨眼间就向远处游去 原以为会完美错过 但他又游了回来 他抓住石斑一枪命中 你看这条昌鱼还没意识到危险 而箭矢已经瞄准了他 被箭矢直接贯穿 任他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了 这是菲律宾渔民的捕鱼现场 他在十分钟之内接连命中六条鱼 看着是不是既解压又过眼 你看他迅速向一丛珊瑚潜了下去 举枪就朝珊瑚丛射出一箭 这时他却憋不住气了 立即丢掉一箭上伏换气 那箭矢上究竟打到了什么呢 他换好气后立即潜了下去 在珊瑚丛里搞了好一阵 才从海底浮了上来 而拖出来的东西就喷出一大团黑雾 还在不停地挣扎 原来这是一条大墨鱼 也不知道他身体里究竟储存了多少墨汁 从打到他到拖出水面都还在不停地喷 这条墨鱼至少十几斤 喷完墨汁后就迅速变成了白色 他继续在海底寻找 甚至遇到了一条大摇鱼 见识对准他好久都没有开箱 而这时他却迅速朝一堆珊瑚射出一箭 在珊瑚缝里拖出一条石斑来 虽然这条石斑有些小 你别看他小是小 却比刚才那条大摇鱼值钱多了 又是满载而归的一天 我们明天接着打大鱼